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位置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向明天奋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疯狂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向明天堂 你都想想要 也当我遇见 你早晨 从后面 你好想要 其实 你没有 如果你带到我 就不想 我们怀疑 你啊 你只想要 你必须变成功 你们俩也应该喝一杯 就是你俩也喝一个 你看看你师父 他因为的眼睛都快勾出色了 你再不回来就真的被偷嫁了 先进啊 舅妈 来 你接个电话啊 喂 妹子 给你介绍个活呗 接不接啊 接啊 当然接了 什么活 卖墓地 挂个链接的事 我 我还是想不接了吧 妹子 听个一句劝啊 这绝对是让你躺着赚钱的机会 你就挂个链接就拿钱的事 我还年轻呢 我不想躺着 行吧 再考虑考虑吧 拜拜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就是最近啊 暂时不想接商务了 然后好好思考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 那搬回来住吧 凌卫 我有话跟你说 方便吗 方便啊 怎么不方便 我先送你回去 没事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们聊吧 再继续 你 是啊 还是恢复你 我这点竟话 就这么多年 怎么会反对我 你 所以我都没想到 所以我把我都能在家里 想到我们都可以 其实我也在纠结我要不要说出来 怎么说出来 当我看见你跟苏世宇的相处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但是我不希望这是一场无济为终的案例 我想说 我喜欢你 对不起 菲菲 你干吗说对不起啊 你又不喜欢我 我说出来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觉得苏世宇哪儿比我好 她大概就赢在了主动上 我比她慢了一步 却错过了 可是我不甘心 凌薇 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会帮你 我已经是想到了 我叫你 你是想のは 你是想要到这个地步 才好 我应该是想要死了 我不是他 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空间 为什么要让他们独处 我装什么大气呢 你爸是怎么想的也不说清楚 让人猜来猜去的 也不知道菲菲跟她说了什么 一会儿回来得好好问问她 但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的 该怎么开口啊 不会是表白了吧 那万一呢 那个 你和菲菲 对对 是菲菲 你是你 我是我 你不怕盛言吃多了 你是你 我是我 盛言是盛言 管我 你是你 我是我 但希望以后 我和你是我们 什么意思 苏世宇 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在什么意思 苏世宇 苏世宇 我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 你考虑一下 有不要接受我 那个不是发现了吗 还在心在偷偷看着老人 那就千岛雷P吧 我们都在对视中 忘记眼底相爱的绿洲 用耳语预定白首 用星星搭解未来的借口 今天的浪漫 今天的浪漫风口 为爱吹着对视的理由 用我专属 温柔给你传递 这事 下来越来越来越远 的杀 太平洋济风的追求 全球 为你当航处幸福烦愁 明天的相爱 今夜拍拖 正是今夜出事的理由 用剑定乱忽养 我们均匀了护羽 冷淡秋雨淋的停留 追着潮位的海鸥 定外出了很久的永远 哪里不一样的 哪里 好了 该去吃东西了 吃什么 别说了 我满脑子在想什么 盛言言 我们去找你爸爸玩吧 去玩吧 醒来了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 你去那边坐着就好 你是不是怕我太辛苦了 我是怕你 把厨房搞得无一人瘴气的 那是我刚来的事 那会儿我不熟悉嘛 我现在可是大山的女儿 我做出来的甩锅米线 可比你做得正宗多了 这可是我妈教我的 还没给别人做过呢 那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尝尝 那我先过去等你了 宝 要不要放补盒呀 多放点吧 我一会儿去市区里退租 你就在家里等我吧 宝 要不要放辣椒啊 不要 做好了 宝贝 谢谢宝贝 什么事儿啊 上来说吧 好 你的春风得意 和我这垂头丧气相比 还真是输赢了一件啊 爱情 又不是一场比较输赢的游戏 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凌薇怎么说也是月女无数了 我怎么就会看上你呀 不就是因为月女无数 所以才现在我与争不同呢 得死我了 从现在开始 你捧你的大神就是给我打光 你怎么这么烦人啊 我春学了那么久的大神 潜伏了那么多年 说被你拐走就拐走 你就是在侮辱我 讽刺我 认真攻击我 别这样 这个世界上又不止林卫一个男人 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好好好 怪我怪我 其实也不怪你 怪我自己太自卑了 觉得林卫光芒四射 觉得我根本配不上他 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当他不选择在城里当成功人士 而是选择归乡重刹 当一名隐居先生 我以为我和他的距离更近了 没想到被你给戒虎了 其实呢 爱和身份 地位 距离 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现在明白了 不用教训我了 明白就好 那就好好吸取这次经验 待到下一次的恋爱中 有什么用 金局听得再多 也谈不好恋爱的 干吗 你阻止我谈不好恋爱 林卫是我十几年的青春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别以为你恋爱就赢了 我会随时盯着你 盯吧 好好盯着 别盯丢了啊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什么情况 你已经被偷家了 什么 你也想开一点吧 命令有失中虚有 但是我输得不明不白啊 结局早就写好了的 没有输赢 你十年暗恋 你就不难过吗 难过啊 躺平就是为了再一次爬起来奔跑 所以啊 我决定调整好自己状态 再出发 也许这就是爱情带个人的正念吧 书月 李总找你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哎呀 苏总 这是要搬走了 我啊 找人算了一下风水 我这个地方呢 反光煞 穿堂煞 小人煞全占了 搬个地方啊 换一下风水吧 不要迷信 要我说呀 人红能可以卸杀 一会儿呢 我找赵总商量商量 把这盘下来当个仓库 倒也不催 小人煞呢我还真犯了 希望赵总可以镇得住 苏总这是要搬去的 去哪儿啊 市中心啊 哎呦 现在都不流行 搬去市中心了 想要风水旺啊 还是得场地宽敞 地方我选好了 五百平米 别说开公司拍舞打戏的我 五百平啊 哪儿啊 阴间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开玩笑的 苏总要真有五百平的地儿啊 那我不得破费一下 买个玉石摆件 庆祝你乔迁呀 你这话我记住了 我等着你的玉石摆件 好的呀 五百平米 哪儿啊 阴间吗 你说她嘴毒不毒啊 我以前还觉得她是小白兔 现在连装都不跟我装一下了 哎呀 演戏也是很累的 但咱们办公室那个风水啊 我确实研究过 她格局就是有问题 所以房租高退了也还行 你怎么心目在眼的呀 你 没有 就 就 就我最近啊 追了一部新剧 那女主呢 发生了一些感情上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俩需要研究一下 你说 就是那个女主跟她的上司 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哎 等一下 不可描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这 哎呀 你化作重点了 你别管什么事情 重点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她 她 发生之后怎么了 剧情苟不苟写 苟写倒不苟写 反而平淡一些 她上司就跟没事发生一样 哎 你觉得她上司 是个什么心理啊 她上司是男主吗 是不是男主我不知道 但反正女主身边也没其他男人 那就是大女主戏 反正格局不大 就是那种都市爱情群 哎呦 小情小爱 那女主最后肯定发糖 这个上司 我猜她就是欲擒故纵 是这样吗 可我怎么觉得 她就当没事发生一样 你看 我觉得这件挺好的 挺适合你的 这个还挺不错的 嗯 我就想知道 黎未看到你穿这件 哎 你们俩 最近进展到哪一步了 她叫我宝贝 真的假的 她叫你宝贝 我还挺难想象 她顶着一修童款 叫你宝贝的样子 你应该想象一下 她顶着一修童款 看我穿这件睡机的样子 嗯 你这速度可以啊 现在女性应该有的样子 你来公司找我也疼 我有事跟你说 难道 是想跟我说之前的事吗 给你也拿了一件 嗯 我又用不上 超桃花 走 光下一下 嗯 静音 静音总 您 找我 你今天醒觉了 嗯 你坐 我有事跟你说 GD拓展的PPT上面 生产总值的小数点 是怎么回事 你是我的特助 这点事都干不好 我要你干什么吃 对不起 那我现在马上去改 还来得及吗 我都替你改完了 这段时间 我准备出趟差 到外地找专家聊一下 咖啡品种改良的事情 我叫你来了 那 第一是工作 嗯 第二 想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嗯 敬重你 辛苦了 没了 没了 不是 我要出差 我要走很久的 嗯 你 你就 你就不能跟我说点什么 你 你想我出来的话吗 熬 熬 熬什么熬啊 走吧 嗯 跟我吃顿饭去 靳总 我 我 蔡总 嗯 我先出去了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哎 我记得以前那个位置是靳悦的吧 像肯无事不当三宝店 有话直说 爽快 那我就直说了 你要好位 我要灵魅 我俩可以合作 大总 你是不是有什么故会 谁跟你说我只要好位呢 我也要灵魅 哦 而且我希望她 过得不好 生亡不如死 爸 你就更得需要我的合作了 因为只有我可以让灵魅 一无所有 你想想啊 灵魅一个人 到山里 当她的隐居先生 每天除了种茶之外呢 还有美人相伴 想想是不是很幸福啊 这是你想要的吗 秦东 蔡总 你好像越界了 无论我对灵魅 有多大的仇恨 那是我的架势 我自己会处理 不需要你 你会处理 如果你处理好的话 你怎么会差点 让她把你提出董事会了呢 秦总 有些事情不能逞强 我向你保证 我不光可以让灵魅 活得痛苦 我可以让她一夜之间 负债累累 只要你配合我 那边干吗去啊 爸 又来送咖啡 咱公司啊 每年这个时候啊 不搞那个好味咖啡日吗 我想啊 也让她挑些品类 到时候啊 给她找一个展位 出出镜 也算是 对她上次的商务弥补了 那事已经过去了 你要真心想弥补她 就少在她身上打什么主意 这话怎么说的 你爹我 却不能真诚地帮帮小苏 我的女朋友啊 就不劳您费心了 走了 来吧 女朋友 我没听错啊 没听错 她承认了 太好了 喝两口吃 喝两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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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送我去 快快快 能养到这个小苏啊 当真是我的闺女 我还以为 我的儿子 这辈子就跟青灯古佛相伴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也了却了董事长 您的一桩心事不是 是啊 改天我倒去祖坟上拜一拜 口味咖啡总算是有希望了 董事长 您这会不会就有一点 太理想化了 不然呢 连一位都谈恋爱了 不得归红尘 而且 那个金星辰 刚好又到国外出差 正是我们的好机会 其实谈恋爱这个事情 还在哪里谈 都是无所谓的 不对啊 这林薇没下山 这小苏怎么反倒上山了 这重点不在小苏是上山还是下山 这重点是小林冬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您就应该祝福他们就好了 给他们一点空间 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了 小姑啊 嗯 你这年龄不大 酒饮大 个子高 这酒更高啊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什么都不办 让他们野蛮生长 不对 那事 关心择乱 琢磨琢磨 还教你的 还教你的 还行吧 叔叔今天来了 嗯 好杯咖啡有个咖啡日活动 他帮你要了个展位 问你愿不愿意参加可以增加曝光量 后面也会让小姑联系你 没问题 嗯 那你有没有跟她说什么别的呀 说的 让她别带咖啡了 你不是不喜欢喝吗 谁说的 国厂咖啡我很喜欢喝的 特别是本地的 那怎么这样啊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什么呀 我是盛言妈 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公布一下 这个我真没说啊 哎 不说也对 前来确实说得有点早 可我说你是我女朋友 哎呀 你怎么这么快就公布了 那 那他们不是都知道了 那全村部都得知道 我都得一个个解释 烦死了 他们肯定很八卦 顺言 你妈真可爱 好 林卫 你看我有什么不一样 化妆了 好看 好看 然后呢 然后我就多看你两眼 弄着干吗呀 睡洗手 快好了 嗯 恋爱没谈的到底 嗯 嗯 嗯 没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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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嗯 拿两本新书 哦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嗯 吃点水果吧 谢谢啊 礼物 安 宁愿 彈了个 gently 我还不如彈棉花 小苏 你这个有饮愉吗 为什么要谈寂寞 小苏 你有什么心事吗 呵呵 棉花 咱唇没棉花 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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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我刚走神了 不好意思 您要的资料我已经发到邮箱了 请问还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吗 我叫你过来 是想跟你谈谈 谈工作吗 还是生活 工作上的事 我会让HR来跟你谈 我找你 当然是谈生活 那如果是要谈生活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达成一职了 不必谈了吧 自从你回来 除了正常的工作交接以外 你是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是吧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对我的安排不满意 可是书玥 我希望你明白 没有结果的事情 是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的 什么叫 没有结果的事情 您在做K战之前 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就知道一定会成功吗 你不就是因为不知道 才会一直努力 才会有今天的K战不是吗 董事长 我希望 您不要用您的过去 来决定我的未来 因为你不会知道 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你也没有办法一直为我承担责任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孩子 我挣了这是 我先走了 给你那个 我让你都可以遮住 我先走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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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stuff 你怎么会有病 你什么会有病 你就会不会有病 你怎么会有病 不要下雨天 等一個人的畫面 不要在房間 一個人吃泡麵 寧願一個人在落下便利店 望便利店 希望不要失眠 不要下雨天 等一個人的畫面 不要在房間 一個人的畫面 像是常常給的親切 哭過在笑 才叫體面 刻骨色未必能對換天 幸福是一句抽签 等那些從前三成碎片 割破了眼淚底線 你是否看見痛楚湧現 模糊了傷口邊緣 愛過的人還在眉間 故事已成績世故的臉 到所有從前大事懷念 既然淚 眼淚底線 你是否聽見記憶裡面 有遺憾 哭醒昨天 但覺得愛還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懷念 寫成一句虧欲欲 到所有從前大事懷念 既然了眼淚底線 你是否聽見記憶裡面 有遺憾 哭醒昨天 殘缺的愛還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懷念 寫成一句虧欲 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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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遺憾